相较于城市的开放,农村更显得保守,尤其是一些老人,在思想观念上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看法。 这几年大量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,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一次。 平常时间到农村,见到的多是上了年纪的人,村里十分安静,即使是装修好的楼房,里面也多是空无一人。 农村楼房控制的现象很普遍,农村人在外面挣了钱,大部分用来盖新房子,有些是为了自己住,家里的房子确实需要翻修。 不过也有很多人是为了娶媳妇用的,现在在农村娶一个媳妇,先不说上万元的彩礼钱,要相亲最起码要有一栋楼房,否则女方是不会考虑的。 这几年农村光顾话题时常受到大家的热议,农村小伙结婚难也成了一个大问题,除了男多女少的现实外, 很多农村女孩在外打工多年,更愿意留在城市,在这种大环境下,农村相亲市场上女方有更多的选择权。 虽然在农村相亲市场上女方处于优势一方,挑选的空间更大,但是男方也不是没有要求,毕竟婚姻是一生中的大事,不能操之过急,各方面都要考虑周到。 长辈的意见也需要听取,关于择偶这方面,农村有很多俗语,比如这句,凝去富家奴不找贫家女。 这句话中提到了富家奴和贫家女两类人,在古代能聘起丫鬟的一定是大户人家。 这些丫鬟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,以防在服侍主人时出错,而丫鬟能在诺大的宅院中生存,必定有自己的智慧,也有自己的一技之长。 尤其是在一些大家闺秀身边服侍的丫鬟,长肌而入目染,言谈举止方面也会比平常人家强些。 此外,受大环境影响,富家的丫鬟也能跟着主人见识一些大事面,在看人脸色等方面肯定比贫穷人家的女儿强些。 最主要的是,娶到富家的丫鬟能帮你把家打理得仅仅有条,还能在事业方面为你出谋划策。 她们不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,也不需要过分的迁就。 当然,贫家女有时候也并不差,毕竟从小就开始帮助家里人干活,吃苦耐劳的能力还是有的。 宁娶富家奴,不找贫家女,这句话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门当户对或许不全对,但也并非没有道理。 关于这句俗语所提到的择偶标准,你觉得有道理吗?欢迎在评论中留言。